学会者三招发音秒遍日本人 动漫看多了 我的口头禅就变了 为什么看动漫这么多年 日语水平还是停留在八嘎 如果你喜欢日语 想学日语 那么恭喜你 这个视频 我教你三招日语发音秒遍日本人 很多同学刚开始接触日语 或者刚入门了一段时间 总觉得自己的日语说的大茬子味 说的明明是日语 但中国人和日本人听了都陷入沉默了 所以今天呢 我想分享三招 说好纯正日语的秘诀 尤其是第三点 绝对的干货啊 首先第一点 日语没有卷舌音 很多同学对日语的印象是这样的 但其实在日本除了黑社会和不良混混以外 是没有人会这样说话的啊 甚至很多的日本人都发不出弹舌音 就像中国人也不全都人人会中国功夫一样 这么说应该理解了吧 真正的日本人说话是这个画风 日语中没有任何一个音是需要把舌头卷起来发的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说日语英语那么的犀利 所以如果大家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看到了这样的字母 就不要一股脑的秀操作了啊 直接读成了就可以 比如RA就等于LA RI就等于LI 那请问同学们RO这个音应该怎么读呢 大家可以把答案打在我们弹幕当中啊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LO 你读对了吗 第二点声调 啊 这我一个零基础上来就学声调能听懂吗 能 只要你会说中文的声调 你就能够掌握日语的声调 我们中文是AAA4个声调 而日语呢很简单就只有两个 而且几乎和中文的一声调和三声调一毛一样 日语的两个声调分别叫做高音和低音 高音对应中文的一声调 比如A I U E O 是不是和中文的一声调 不能说毫无关系 只能说一毛一样呢 日语的低音则对应中文的三声调的前半部分 中文中的三声调分两个阶段 我们只需要读前半部分就可以了 比如 A I U E O 那我们代入到单词里面 比如这个单词 大家可以尝试看看能不能读出正确的音调 注意画横线的部分读高音 其余的读低音 好 我们一起来试一试 那么第一个字翻译读作Ki 没有画横线 所以是低音 直接读中文三声调的前半部分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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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字读作S 按照中文一声调来 第三个字读作M 同样也按照中文的一声调来 连在一起就是Ki Sama 有没有同学知道Ki Sama在日语中是什么意思呢 知道的也可以敲到我们的弹幕当中 没错 就是你这家伙的意思啊 突然中二了起来哦 掌握音调至少你的口音不会怪到飞机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你在刚开始学日语没有去注意的话 哪怕已经学到了日语高阶程度 口语再怎么流利 日语听起来也依然会非常的忠实 那就是送七音和不送七音 听起来好像不像人话啊 我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 你们知道笨蛋用日语怎么说吗 以下有两个答案大家可以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打在弹幕中啊 A 巴卡 B 巴卡 哇 素败的巴卡 巴卡 别人啊 的为你使用了 不是吧 哎 同学们日语中笨蛋的正确翻译应该是哪个呢 好 恭喜选B的同学 回答错误 正确答案其实是A哦 日语当中其实是没有巴卡这个单词的啊 无论你们去翻书也好 还是查任何字典也好 我敢保证都是搜不到的 但日语当中有个单词叫做巴卡 如果我们用日语输入法来敲的话 输入巴卡还可以打出汉字 马路就是笨蛋的意思了 那有的同学就很奇怪 哎 老师我明明在动漫里听到的都是巴卡呀 而且谐音标的也都是巴卡呀 怎么就变成没有的单词了呢 这就是我要讲的送七音和不送七音 到底是 有这样疑惑的同学啊 可以在弹幕上敲个一 中文发音要求字正腔圆 咬字清晰 比如兔子跑了 肚子饱了 干脆清楚 但大家相信吗 你到街上随便拉一个日本人 把这两句话说给他听 他会听不出区别来 因为在日本人的耳朵里 兔子和肚子 跑了和饱了是完全一样的啊 因为日语翻译嘴型很小 能不张嘴就不张嘴 能不送气就不送气 不张嘴这个很好理解 什么叫不送气呢 举个例子 大家可以把手掌放在嘴前 试着读出兔子这个单词 兔子兔子兔子 来 感受到读出兔这个字的时候 有气流喷到手掌的 敲一 一定是有的啊 我都喷卖了 那我现在做一个要求 你继续发吐这个音 但我要求你不许有气流喷出来 你尽可能做到气流小 喷出来的气不要那么多 想象一下你刚就着蒜 吃完撒韭菜盒子 正准备剃牙呢 突然你的女生过来跟你搭讪 你会怎么说话呢 是不是尽量不张嘴 不然你的女生会看到 你的牙齿上还挂着韭菜 尽量不喷气 不然熏的女生 两眼一抹黑 你定住孤身啊 来试一试 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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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有没有发现 你没有办法那么清晰的 发出兔这个音了 发出的音很模糊 对不对 就跟把话含在嘴里说的一样 没错啊 日本人从生下来就是习惯这么说话的 他们习惯的说话就是不那么送气 甚至我之前还看到过这个视频 为什么新冠病毒在日本不易传播 当然这个纯属娱乐啊 大家主要看送气程度就行 再举个例子 比如这个单词 だから 我经常听到很多恩医啊 甚至来面试日语老师的人读成 但你只要这么说 日本人马上就知道你是外国人 因为日语的发音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来练习啊 同样的要发出这三个音 但你控制一下 嘴巴能有多小就多小 能不喷气就不喷气 这一刻 哪怕你是八块腹肌 一米九酸的肌肉猛男 也要试着自我催眠 不 这一秒 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矜持的千金大小姐 来试试 Dagoda 有那味了吗 掌握以上三点 保证你超越起码90%的日语初学者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记得关注我呀